好处冬至 北方饺子 南方汤圆 我们重庆人肯定能吃碗牙 这一天 在所有过眼云烟的美食里 我只喜欢你 这一家我刚食散很多年 这家终于找到了 食散多年必须符合三个原则 第一是够了 80年以前来的 哇他那个小点年生的我 87年 他家今年30多岁 勉强算个合格吧 第二是若即若离 我听到两个时候 开半年刷半年 这个事情挺为老板吗 那个才是老板 皮肤最非那个才是老板 因为这位皮肤很白的兄弟 咸鱼也鹤般的开半年修版 让我在某个炎炎夏日里 和他家失散 第三点是若隐若现 他家在江湖上隐姓埋名多年 如此低调让我怀着一关门的疑惑 放弃了故地寻找的冲动 好在一个粉丝的留言 让我与这家小胖娃老羊肉馆 多年以后再相逢 他家的特色是羊的各个部位 都能以重庆江湖的形式一一呈现 话不多说 尖叫羊肝 火爆羊腰 红烧羊脑 泡椒羊肉丝 粉蒸羊肉和羊炸汤 安排 我是旧友重逢 吃得个酣畅临临 却一不小心忽略了吃不过羊肉伤味的小伙伴 看看同庄的反应 你也同庄的反应 哎 这算是整儿把今天重庆羊肉捞喂的 也是南北方人吃羊肉不可逾越的姐姐 北方吃绵羊 风郁多汁 而重庆这边多是肉质更柴 伤味更重的三羊肉 年纪大的人从小吃伤味应该还好 但对于年轻人来讲 那股味道可不是谁都能适应的 真所谓冬天里有趣的灵魂涩涩发抖 好吃的羊肉红烧白煮 可我们重庆人和好吃的白煮羊肉 就只能说声拜拜了 我们有自己的吃法 当年的老羊肉馆聚集地解放碑 虽然已经面目全非 但试着还在夹缝中顽强的生存 当年那个解放碑有三家比较传统的老羊肉馆 其中有一家叫白家羊肉馆 它都是属于那种羊肉的伤味 保留的比较重的罐子 当年随着时代的发展 这个馆子都只能洗白了它 这个地方老重庆人叫他太平满 外地也可以叫他白家羊肉 但他其实还有一个身份 是儿子啊 就是我们老重庆人 很喜欢这家羊肉馆子的园子 都在这个地方 这家老馆子就是八九十年代 从秦宅二里几一一 顶十居 十年前随着顶十居的拆迁 以及老板的离世 这家老字号便仅存着 散落在民间的零部件 就指对面的十位轩占据了地理位置 和前台迎客传统的优势 而当年顶十居主理后厨的高师傅 则把店开到了上青寺的这个角落 说起南北方羊肉的差异 高师傅也颇有心得 那种我估计可能只有5%的人能接受 如果是个人吃啊可以 比如说要做生意的话肯定不行 像多一盟人啊 可能吃肥的都得行 像重庆的都得行 收集或是电源 但是不渐离 还真是知道 一本晚的事 一本中有实施的 快兽 快充 快兽 快充 快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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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高师傅的辛苦还一直延续至今 为了保证味道 他每天早晨6点就要起床 一直忙到晚上10点 在价格上高师傅也是想尽办法 目前他家仍保持着红烧羊排14块钱一份 粉针羊肉12块钱一份的良心价格 在这个思想的旺季行动的淡季里 带我们走出黑暗的是坚持 陪我们渡过寒冬的是人情 但是要说到重庆羊肉馆子的老味道 还是别人家开了80多年的馆子好吃 几具连带感的生日蛋糕 白发苍苍的用餐者 人民币买单的过时习惯 经典的三千套组合 80多年来 山城羊肉馆的弟子 在交场口附近兜兜转转 不变的是他的国营气质 和清一色的冲清凉凉 扯着大厂门为你服务 就连老顾客回忆起和他的渊源 也颇有连带感 现在他家推出的一锅四次 很多老顾客已经不认识了 但锅里的四大名菜 粉蒸羊肉 红烧羊排 羊肉汤锅 还是老味道 至于这个烤肉 就是把经典的羊肉串放到了铁板上 但我还是最喜欢吃他家的羊肉米线 相比起他家二楼正式的用餐环境 一楼捡餐区的随意更有烟火气 才知道平平淡淡 匆匆融融才是真 我老儿的喜欢吃我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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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把吃我也吃 只有那无尽的长路 绑着我 这里保持着寒冬纳月也不会下降的温度 基本还是以前我们的还是有 现在你要怕吃 还是要分点耳朵 邻居着事事变迁 也带不走的人情味 以前盖过 当时盖不见 不要盖 你盖了 你盖还没盖 盖了 马上就盖回了 以前总以为冬至是黑夜漫漫的开始 其实从冬至这天开始 太阳已经从北回归线向南移动 背后的运行机制 正朝着温暖的方向始去 但我们却常被温度继续下降的感受 所裹挟 被眼前的得失损迷惑 时常忘记轮回的规律 和远方的目标 老祖宗的智慧 抖转心仪 跨越千年 而从未曾改变 距离冬的尽头 春的开头 差的不过是一个坚持 加油 春天就要来了 直到平平淡淡 匆匆融融才是真 再回首恍然如梦 再回首我心依旧 只有那无尽的长路绑着我 再回首恍然如梦 再回首我心依旧 只有那无尽的长路绑着我 咕着响 talk 永远 一 你